為酬組最強中華隊 引戰亞家大聚鋼亞運 放學新任理事長郭忠亮 特別出面與中華職棒協商 最後終止展現誠意 洪一飛列館球員參賽 希望能在這次亞運拿下好手機 被選上就是一種肯定 很慶幸的能為國家做一點事 很開心可以以年紀最小 然後就打到 就是滿高層的國家隊的比賽這樣 那想當然我自己也是抱著學習的心態 然後去面對 就是跟著前輩一起學習這樣 這次亞運報酬隊 雖然有終止好手助陣 不過仍傳出不利消息 原本預計參與的兩位滷外投手 廖任磊 王維忠接連退出 當家第一次幫人選蘇智潔 也因為手腕骨折磁退 有江建民踢補 前一次的亞運其實也滿期待的 那這次可以入選亞運的話 我覺得是自己本身就是 打球以來可以用投手的身分 然後又用野手的身分入選亞運 其實自己是非常開心的 雖然旅外全數退出 中華隊仍有多位業餘好手作陣 其中林漢跟蕭柏亭 不僅多次入選中華隊 更是2014年人川亞運 銀牌班底 我覺得我們每一場都還是會 用分力的去打 因為大家國人對我們的 就是期望都還滿高的 我們就進進去做 我們該做的事情就好了 心情上其實都還好 因為就算沒有穿國家隊球衣 穿合顧球衣還是一樣 就是每一場都是盡力去拚 對 這次中華隊回歸以 葉宇抽圓為主體 七位中期拳手 預期20號前完成報到 23號前往印尼做最後備戰